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汉高祖刘邦,在逆袭成功之前,与吕宫之女还有一段奄缘故事。 文默然回首历史关键词,刘邦本文约为1200一字,阅读约须四分钟汉高祖刘邦,汉朝的开国皇帝,实在是很厉害的以为人物。 他从启示到成为皇帝,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,三年灭秦,四年灭项羽,奠定了一个基础。 但早期,刘邦家其实只是普通的穷苦人家,刘邦努力了很久也,才坐上一个亭长的位子。 但是,与刘邦一起名气很大的他的皇后,吕后吕志这么个厉害女子,家中也是个大户人家,却是在刘邦洗衣前,便嫁给了刘邦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 话说这天,派县吕宫乔千大喜,在城里酒馆大办酒宴。 熟悉的不熟悉的,只要线上有点头脸的,都来了。 吕宫是外来户,刚从山东的上县来这里避难。 可是这就奇怪了,一个避难的家伙,哪来那么多人给他撑场面呢? 他也许是包了一百两百块钱过来的,也许根本就没打算递红包。 因为吕宫他宣布了一条规定,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,一律到堂下就坐。 刘邦在求水那里,随便到哪家店子,从来没有买过单,吃了喝了,有些还给土特产,给保护费,有些挂账在那里,最后打个白条,冲销了刘邦后来当了皇帝,店家的账还在那里挂着,春采了矮丧,东借了矮素, 灵支了米漫物重树,都是,明镖着特例,献放着文书的。 但是这县城可不是他乡下,但刘邦就是刘邦,他看那些个礼物,都提了满手的人,举着自己空空荡荡的手。 刘邦自走到礼部桌前,两手打拱道,诸位,这里有礼。 写礼部的入头也没抬,问,尊姓大名,李银若干。 刘邦报了姓名,想了一想,又在明后写上寿银外贯四个大字,什么也都不放,写完抽身便走。 但别人不干了,这里钱还一文没给呢。 李,不易把抓住刘邦衣袖说,且慢,银钱外贯在哪里。 刘邦转身一笑,从入手中抓过大笔,在四个大字下,而匆匆写上一个欠字,扔笔就走。 但他人可不认这刘邦的线条。 众人盯着,十分吃惊,看不起他,一片连声喝道,是上见过欠寿礼的吗? 刘邦听了,一点也不在乎,眯齐双眼,伸出食指,口中念念有词,万贯万贯,八方奉献。 日月相逢,地之天干,山河相邪,结账还贤。 这大话一喷,邪里不得入道物客气了,说,请问,江山抵得了吗? 而这时,恰逢吕宫出来,当他看到兽银万贯四个大字时,顿时花了眼,慌了神,吕宫听说了,赶忙亲自出来迎他。 一见刘邦气宇宣扬,与众不同,就非常喜欢,吕宫就潜入上席就坐。 吕宫经不住一声高喊,刘邦,守座。 刘邦微微一笑,缓步跟随。 这一见可不得了,吕太公对刘邦的相貌非常满意,那时候的,人又是非常迷信,觉得刘邦的面相可以成大事,所以就问他是否有婚配。 恰好刘邦光棍一条,没有娶媳妇。 所以吕太公就把自己的大女儿,也就是吕智,嫁给了他。 小编认为,虽然刘邦没准备贺礼,但就凭自己的个人魅力,就这样,刘邦白吃了一顿酒,还捡了一个媳妇。 本文为默然回首历史原创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有一个客室。 对不的。 对不。 感谢观看